线团从线圈里面穿出 拉紧 接下来勾织第三层花瓣 方法与第二层花瓣相同 只是帧数不同 第一圈需勾织短帧和锁帧 每勾完一个短帧 需勾织四帧锁帧间隔 短帧的入帧位置为花瓣底端的两根竖线 第二圈需勾织脉络 这里脉络的锁帧数为九帧 分别调锁帧动眼处勾织 勾脉络前先勾一个领巴针过度 勾完脉络 挑其下方的动眼和短帧处 勾织紧拔针 第三圈需挑脉络左右 勾织第二部分 这里当侧针法为 六针长针 一针中长针 一针短针 两侧针法对称 脉络顶端 需勾织一个领巴针 针法的勾织与之前都一样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自行完成第三层花瓣的勾织 勾织 同样勾完最后一圈 进行镀线 接下来勾织第四层花瓣 方法与前两层相同 同样勾织三圈 第一圈 挑第三层花瓣的底端 对应的两根线 勾织短针 短针之间 四针锁针间隔 这里勾织方法比较简单 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大家自行完成第一圈的勾织 这里我已经勾完了第一圈 下面勾第二圈 这一圈同样需勾织脉络 只是过度的领巴针 换成了短针 勾针 穿入左侧 相邻的锁针洞眼 勾织两针短针 在第一针上做好标记 完成后勾一个脉络 这里脉络的针数 与第三层花瓣的脉络相同 也就是九针锁针 然后折回勾支领巴针 好吃的东西 我一直没用不着重备 睡好标记 睡好标记 我在这儿 里面 勾完第一个锁针动眼处,完成了一个脉络,往下回到下方的锁针动眼处,勾之两针短针。 这里一个动眼勾了四针短针,短针的居中处勾了一个脉络,也就是在第二针和第三针之间。 往下继续,跳过上一圈的短针位置。 调锁针动眼,勾之两针短针,一个脉络。 完成后,在条下方同一个动眼勾之两针短针。 后面分别调锁针动眼,勾之两针短针,一个脉络,两针短针。 遇到之前的短针位置,均跳过布钩。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勾之。 勾完最后一个脉络,继续调大洞勾之两针短针。 完成后,在较扣位置紧拔。 这里紧拔针需要拉紧。 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往下勾之第三圈,需勾之花瓣的第二部分。 方法与第三层花瓣相同,只是勾完第二部分后,需勾之短针。 接着之前的线头,先立一针锁针起立,然后调校扣位置,勾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往下跳过相邻短针,后面到了脉络位置,对应勾之第二部分,即六针长针。 一针中长针,一针短针,顶端一个紧拔针。 完成后折回,朝紧拔针中心,勾之对称针法。 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谢谢大家。 完成后 跳过下方对应的短针 挑相邻短针处 依对应勾两针短针 后面继续 跳过一针 到了脉络处 对应勾支第二部分 针法与之前一样 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勾完第二部分 下方跳过一个短针 挑相邻位置 勾支两针短针 往后 分别挑脉络位置 勾支第二部分 这里脉络之间 距离四个短针 我们跳过其首尾一针 挑居中的两针处 勾支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继续往下勾支 勾完最后一个脉络 下方跳过一个短针 挑相邻短针处 对应勾一针短针 后面到了较扣处 勾支一个琳拔针 琳拔针拉不拉紧都可以 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 同时 第四层花瓣就完成了 往下进行断线 先勾一针锁针固定 预留约40到50厘米的线头 用于缝合 这个较扣可以取下 这样花朵部分就完成了 将其先放置一旁 往下勾支叶子 这里有大中小三片 勾支方法相同 只是圈数和排数不同 这里我先演示 打叶子的勾支方法 来看图解 叶子采用环形起针 逆时针环状向外勾支 这里前两圈围绕圈勾支 后面都是一排一排勾支 除了之前用到的针法 这里还用到了长针夹针针法 请看我演示 先按照花心的起针方法起针 这里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完成后 在第三针上 在第三针上 调边缘两根线 做好标记 往下调起针的大洞 对应勾支11针长针 加上起针针 一共有12针 继续往下勾支 勾完第12针长针 大家核对一下针数 注意不要多针和少针 这样的一个就是一针 对应上方有一个V形状的辫子 完成后收线圈 先拉动线头 找到会活动的线圈 然后拉紧会活动的线圈 最后拉紧线头 线圈就收好了 往下 调教扣位置 勾支一个零八针 并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往下勾支第二圈 去勾支长针加针 接着之前的线头 先立三针锁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这里长针起立针算作一针 往后我就不重复说明了 在第三针上 调边缘两根线 做好标记 这里起立针与上一圈的起立针对应 接着调起立针上方的动眼 之前引拔穿入的同一个位置 勾支一针长针 注意长线 这里加上起立针 相当于一个位置 勾了两针长针 这是长针加针的特殊针法 往下勾支长针加针的正常针法 勾针 调起相邻的长针针目 一个动眼 勾两针长针 一 二 完成了长针加针 后面分别挑针目 一对应勾长针加针 也就是一个动眼 勾两针长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剩余部分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针目 往下在较扣位置紧拔 并拉紧 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一排一排进行勾支 叶子的首尾需要留出一个开口 先勾第一排 接着之前的线头 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在第三针上做好标记 往下 跳过下方的起立针位置 调相邻长针的针目 勾置一个长针加针 完成后继续调针目 对应勾一针长针 后面一个长针加针 往后按照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加针的规律 循环勾支四次 加上前面两次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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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为了开口两侧弧度比较好看 这里我们将加针与长针位置换一下 后面先勾置一个长针加针 然后一个长针 后面按照一个长针加针 一个长针的规律循环勾置 把剩余部分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长针 往后不需要紧拔 由于下一排起中位置有变动 这里进行断线 线头藏到植物里面 大家可以多长几针 这里开口的两侧 边缘都是单独的一针 这样第一排就完成了 继续勾第二排 针法与上一排相同 只是加针之间的间隔不同 重新拿起线 打一个活结 勾针穿入 上一排的较扣位置 将线圈勾出 稍作调整 然后立三针所针起立 这里较扣可以取下 接着 调相邻的长针针目 勾置一个长针加针 注意藏线 后面不加不减 勾两针长针 往后按照一个长针加针 两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循环勾置 把剩余部分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加针 还剩一个针目 对应勾一针长针 这一排首尾 同样是单独的一针 最后不需要紧拔 往下进行断线 一针锁针固定 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 用于缝合 这样把叶子就勾置好了 往下置对应位置 然后挑开口两侧 及居中处缝合 叶子的边缘可以不固定 这里缝合位置可根据喜好调整 缝合的帧数和间距没有要求 只要缝得牢固就可以 于是 颈计髅 写 词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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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完后将线头藏到植物里面 藏到牢固一些 大家可以多藏几帧 这样大叶子就缝好了 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剩余的两个叶子 这里中等叶子 挑居中处缝合即可 开口不需要固定 小叶子挑开口和居中处缝合即可 缝合方法都一样 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这样叶子的缝合就讲解完了 最后缝合花朵 将花朵正面朝上 放于主体左上方 三个叶子中间一点的位置 然后挑四层花瓣的底部 一对应缝合 同样缝合的帧数和间距没有要求 只要缝得牢固就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缝完后将线头藏到植物里面即可 藏线方法与叶子处相同 藏得牢固一些 这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这样花朵就缝好了 最后用浇水将瓢虫装饰固定到叶子处 这里瓢虫位置可根据喜好调整 这样装饰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为了携带方便 我们可以在口径一端加上提手 这里提手需要勾织和边线 首先进行勾织 拿起对应颜色的线 具体参考食物或图纸 左手绕好线 下方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 可以多留长一些 然后按照主体的起针方法起针 完成后开始勾锁针 先勾两针锁针 这里锁针勾得稍松一些 完成后 挑第一个锁针的辫子 外侧半针 勾一个短针 然后顺时针方转 然后顺时针方转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横线 下方有两根线 并在一起 往下调这两根线处 勾织一针短针 完成后继续顺时针方转 此时侧边有两根线 并在一起 也就是这里 勾针调起这两根线 勾一个短针 然后拉紧 这样提手的勾织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在口径的一端进行边线 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 大家将口径有配饰的一面对着自己 然后在口径 左侧的动眼里面边线 先将两根线 每个位置眼签 指定将两根线 都将相配合 边线 在口径上 4根线 位置 成品这里的边线长度为1.5厘米 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 调整好以后开始边线 将这两条竖线放于之中位置 用两侧的线头进行边线 首先将左手的线弯出一个圈 线头放于竖线的下方 右侧的线头绕过左侧线头的下方 从竖线上方窗入线圈里面 拉紧 后面换右手 将右手线弯出一个圈 将右手线弯出一个圈 左手线头 从这根线下方绕过 从竖线上方窗入线圈 拉紧 往下都是一左一右轮流边线 边线的方法都是将对应手上的线弯出线圈 然后另一根线 从下方绕过 从线圈里面穿出 可以发现 左手起手边线时 完成后线的左侧 会有一个凸起的小竖线 右手起手边线 右手起手边线时 完成后线的右侧 会有一个凸起的小竖线 往下大家如果分不清 从哪一侧起手边线 可以看一下上一条 线边缘的小竖线位置 小竖线位于右侧时 下一条线的起手位置在左侧 下一条线的起手位置在左侧 小竖线位于左侧时 下一条线的起手位置在右侧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线 编的过程中注意线要分布均匀 往下一直编到需要的 高线的重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